郭彩杰憔悴打片 超短卷发令粉丝更心疼了郭彩杰两天前 参加逐歌浪告别式 贵得痛哭的模样令粉丝不彻 随即马步停蹄地继续跑行程 一连为电影《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原片名《大伟卢曼2》 爵士高手大陆宣传 被粉丝发现连化妆也难脸他脸上憔悴 看起来相当疲惫 31岁女星郭彩杰 在大陆人气超旺 行程也满当 昨日为芯片爵士高手现生记者会 一举一动成焦点 除了被粉丝发 现他连化妆也难眼憔悴深色 看起来相当疲惫 一头俏裂短发也引起讨论 有网友直言造型师 疑似跟国财姐有仇 卷发造型让他看起来至少老十岁 挺美的人 为什么就不找个好点的造型师 求换发型 大妈疯 他为什么对这个发型这么执着 以前长发多好看 但也有不少粉丝力挺他言之报表 什么发型都称得住 安逸轩明晚台北宴客 大小S携400嘉宾 詹写安逸轩月初在夏威夷举办盛大婚礼 台北婚宴明晚 23日 在文华东方酒店登场 宾客名单星光异议 包括大小S 林依晨 陈延熙 潘伟柏 任贤奇等好友 还有安逸轩的男人们 曾和他合作的男星 例如当霸的贺君祥 明道 房祖明 吴康仁 韩兴安在显 也将特地飞来台湾分享喜悦 总是400多位来宾 善况可期 安逸轩台北婚宴的喜帖夜 红 黑 精美主色 也是这场盛会的Trust Code 信封材质 未如几皮般助感的绒布 内涵邀请塔 设计如电影票 许撕票入场 也和台北婚宴的电影主题息息相关 尴尬的是 昏过忙中有错 部分写贴物将Friday星期五 映成散星期日 安逸轩说 最近太忙 冰克收到写贴发信错误 赶紧问他 他才知道 简直要崩溃 写贴公司愿意充印 但已进婚礼前夕 根本来不及 也只好深呼吸 依依解释 请见信封质感厚度都好 可以留下来当小置物带 成龙怪癖藏了40年 兄弟一起洗澡 兄弟一起洗澡全都逃不了 成龙20日出席成家班40周年活动 成家班八代成员团聚在一起 他看完回顾影片感性表示 没机会再认识 结交40年的朋友了 所以非常珍惜现在这些朋友 而当年与他奋斗的第一代成员彭刚 也爆料他40年前的怪癖 跟兄弟一起洗澡之后 喜欢帮忙大家吹头发 还要求大家发型都要跟他一样 洗皮头 连续看完许多回顾影片 成龙忍不住 眼眶泛泪 作为武行替身 我们是靠完命谋生的 以前 我们从来不想让家人 知道我们的艰苦 怕他们替我们担心 说实话 每次危险动作之前 我们也想过退缩 摄影机打开之前 还在想要不要往下跳 但只要摄影机开机 我们还是会往下跳 断手断脚以后再说 记者会结束前 成龙忍成家班八代子弟到场外中暑 象征 前人中暑 后人成良 希望新一位的成家班活得更好 不要再 像我们以前受伤 什么都没有保护去做 现在有这么好的运动中心 医疗服务了 他更称赞新一代成家班 不仅仅从传统武术 还有街舞 跑酷等什么都会 有的还会18个空翻页 越来越好看 陈龙表示 40周年活动 整整筹备一年 看完节目安排的回顾影片 充满40年来的回忆 想起抢包 删我怎么摔下来晕的 我去南斯拉夫开刀 哈喽 他们当场把衣服脱掉 在我身上 很多的片段 真的是太多回忆了 今天的40年聚会 是我们的聚会 也是给我们一个回忆 我相信今晚吃饭 大家肯定会很开心 访问伟生 成家班第一代成员 相继爆料过去往事 彭刚笑说 我们从二十几岁跟着成龙大哥 无法用言语说尽感情 他年轻时很喜欢吹头发 我们每次一起洗澡 都要给他吹头发 还要留得跟大哥一样 嬉皮长头发 什么都要跟他学 制服也都要给他做 我们第一代成立的十 后就是这样子 安逸轩明晚台北宴客 大小S写400嘉宾 詹写安逸轩月初 在夏威夷举办盛大婚礼 台北婚宴明晚23日 在文华东方酒店登场 宾客名单星光异议 包括大小S 林依晨 陈延熙 潘伟柏 任仙奇等好友 还有安逸轩的男人们 曾和他合作的男星 例如当霸的贺军祥 明道 房祖明 吴康仁 韩兴安在险 也将特地飞来台湾 分享喜悦 总计400多位来宾 盛况可期 安逸轩台北婚宴的喜帖夜 红黑 金为主色 也是这场盛会的 Tresscode 信封材质 魏如鸡皮般助感的绒布 内涵邀请卡 设计如电影票 需撕票入场 也和台北婚宴的电影主题 息息相关 尴尬的是 昏过王中有错 部分喜帖物将 Friday星期五 印成散 星期日 安逸轩说 最近太忙 宾克收到喜帖发信错误 赶紧问他 他才知道 简直要崩溃 喜帖公司愿意充印 但已进婚礼前夕 根本来不及 也只好深呼吸 依依解释 请见信封质感厚度都好 可以留下来当小植物带